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敌人政治挑战 这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 中美在经贸等领域存在一些竞争 但不能搞你输我赢的恶性竞争 更不能打着竞争的幌子行遏制打压之时 剥夺中国的政大发展权力 这不是所谓的负责任竞争 而是极不负责任的霸道行径 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 将世界推向分裂 我想在此强调 美方不要幻想 从实力地位出发 和中国打交道 中美两国必须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彼此关系 尊重彼此在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 发展道路上的不同 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美方总是讲 中美要开展对华沟通 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兜底 中方对华沟通的大门是敞开的 两国的沟通也一直没有中断 沟通要解决双方的关切 要有实际效果 解决问题 不能一边沟通 一边损害对方利益 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